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首部古装双女主剧启动 杨子携手谭松韵领衔 杨洋强势加盟男主 古装剧作为电视剧市场的重要分支 距今发展了已经二十多年 伴随着今年双男主剧的相继回归 作为主打女性角色的双女主作品 也逐渐出现 一时间可谓是热度拉满 近日有消息出现 以双女主设定为主打低作品 将正是踏足古装剧市场 其中打响第一枪的 便是由杨子携手谭松韵领衔出演的 这部《幻海之花》 首部古装双女主剧启动 杨子携手谭松韵领衔 杨洋强势加盟男主 《幻海之花》是一部网络知名大IP 近几年IP剧的改编可谓是愈演愈烈 只是双女主的作品确实从未出现 如今首度问世 必然是热度满满 最主要的是 这部《幻海之花》在女主的选曲上 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 毕竟是首部古装双女主剧 作为开创先河的作品 自然是不能马虎 据悉 该剧目前已经出现了 作为双女主的人选 将分别由杨子 谭松韵领衔出演 对于他们二位 想必不少的观众都是相当熟悉的 杨子作为陪伴90后童年的人气小花 无论是出演作品的数量 还是诠释角色的质量 在一众同龄女星中 都是堪称领军者的一位 其中能够被观众铭记的 便有香米沉沉浸如霜 亲爱的热爱的沉香如谢等 不下十步 而作为另外一位女主的人选 谭松韵 虽然出道时间没有杨子早 但是影视剧之路发展 却十分平坦 尤其是在语刃加伦主演的 锦衣之下爆火之后 影视剧资源与人气流量 可以说是扶摇直上 如今的谭松韵 已经算是能直指一线的 人气女星了 经过这些年的影视剧之路磨练 自身的演技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无论是整体把控剧作 还是单个权势角色 她都有着极为不错的心得 此次 谭松韵携手杨子共演这部开创 鲜河的古装双女主剧 不但在人气上持续翻升 质量上也是绝对保障 可以说是一部未拍鲜火的大剧了 除此之外 这部《幻海之花》在选定两位女主之后 还爆出了一位人气男主的加盟 她就是颜值 演技 人气俱佳的一线男星杨阳 作为90后新一代男星的领军者 杨阳自出道之后相继主演作品50余部 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 都能完美胜任 因为其完美的颜值 仿佛每个角色都是为其量申定做的一般 虽然这部《幻海之花》的主线是双女主设定 不过根据作品简介却可以看出 该剧中的男主戏份也是十分出彩 由杨阳出演 当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有她的加持 在人气和质量上 可以说是又多了一层保障 目前 有关这部古装双女主剧《幻海之花》的预热已经启动 作为主演的杨子 谭松韵 杨阳三位演员 也相继得到了爆料 大致的时间定在了第二季度 相信很快便会出现更为准确 具体的资讯 大家喜欢的话 不妨持续关注一下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